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这个晋国神社被人撒了尿 而且写了toilet一词 英文 这个是日本的6月1号 媒体报有6点左右 有人报警了 说日本东京晋国神社 刻了石柱被人喷了 这个涂鸦 现场说入口的一个 社号的标 一个大石柱的上 被人用红漆喷了英语 厕所一词 我觉得相当牛逼了 咱们说这个人相当牛逼了 日本警方以涉嫌损坏 弃物展开了调查 估计抓不着 但是你看 日本 每每与中方 进行 咱们说中日韩每每 进行整合的时候 都会出现 一个很诡异的事 要么静观神社 要么就独岛 要么就钓鱼岛的事 现在看也不意外 日本又一定会被美国弄出来 其实大家也明白 在乌克兰 为什么美国人要把纳粹 这个因素 要搞什么纳粹的各种各样的 独立营 独立旅 是为了对付德国 一定要明白 这种纳粹为什么要安在乌克兰 实际就是对付德国的 德国非常实际 他还是为了拆 就把欧亚大陆的矛盾一定的计划 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保留这帮军国主义者 日本是有军国主义的 到底发生什么 欧亚大陆到底现在发生什么 每次看到这个事 一定要从一个地图上看 26号27号 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在首尔举行 时隔4年 这是重启的 那么26号28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德国进行正式博士访问 而且德国 这个不是德国 这个 法国这次访问 之前就已经公布了 欧洲央行准备6月6号 开始降息 欧洲央行降息就代表什么 代表着他是早于美国就开始行动了 这是非常罕见的 以前他都得跟着美国调 美国不能干的事我也不干 所以现在看着欧洲是早了一步 那等于是他要掌握主动权了 等于是提前对美元动手 估计日元要倒大没了 亚洲货币可能再来一轮贬值 马克龙是24年 这个法国总统首次对德国进行正式博士访问 这个消息你看 一个是东亚的 一个是欧洲的 你要不联系来看 你不看地图 你还真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 咱们借着这个靖国神社 这抛尿 咱们引出来了 看看到底咋是 这个时间点不是巧合 这抛尿也不是巧合 千万 这个图安利的写字 这个字也不是巧合 这边中断四年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刚启动 那边马克龙和德国24年的访问又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习明去访问法国之后 一系列重大事项确认之后 日本韩国包括德国法国都已经意识到了 接下来我如果再不动 我可能就要真的是被美国人彻底的洗劫光了 拜登一把年纪 他其实马上面临的就是跟另一个老头 特朗普的对决 咱们说心知肚明 他心知肚明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钱 拜登到底为什么咱们说和川普如此的 两个人斗争非常激烈 一个是不眼球 还有一个什么呢 二人之后 尤其是苏联几地之后 美国在全球的称霸 咱们都看到了 他核心就是美元 美元是全球世界货币 同时又是美军几百个世界基地的唯一的后台 美国实际有了钱之后 他就想什么 想的怎么样垄断了 现在美国得出结论就是 什么来钱最快 尤其拜登现在缺钱吗 大选 抢劫 抢劫最快 老祖宗干这个 贩毒是不是也是暴力 所以美国人开毒 他已经不禁毒了 他已经开始公开那么大麻了 这就是什么来钱快搞什么 暴力 你想想这个缺钱的缺陷是什么程度 那么缺钱缺到缺德了 已经 贩毒当然 有可能把自己的身体掏空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 肯定受不了 最好是什么 最好就抢劫 想来想去还是移不到位 抢劫 这是老祖宗简单粗暴 但是过去这些年 美国一直利用美元加息降息 收割韭菜 一边超发美元货币 收割另一边韭菜 反正两边不断的动一些小豆战争 两边收割韭菜 那韭菜都快长脱了皮了 但不管怎么说 没人敢反抗 真的没有 苏联集体后你说谁敢反抗 谁能扛住美国大棒 欧洲是美国朋友 日本韩国是美国朋友 也不算美国朋友 是老殖民地了 俄罗斯也是没有能力 中国当年刚发育 中东还是没有多少人 很强的实力 有一些强人最后被美国人一个一个淹了 总体来说 没有人能整死 没有人能下场去跟美国拼命 美国人把他整死了 唯一超级大国 其实当年美国就是这个答案 但是咱们看世界烧杀抢掠 为所欲为 民主灯塔 插腰 鼻孔朝天 吹牛逼那个状态 就是美国 但是这种操作之下 美国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情况下 开始集体躺平 然后呢 好吃好喝 全靠美国美元抢劫 美军抢劫 这叫自由 这叫民主 多自由 多民主 谁支持呢 这种自由呢 当然是民主支持了 谁反对呢 谁反对这种自由 当然是民主 反对面 就是独裁 台湾人要明白 想当上总统 愿谁当 但前提就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你这个总统 美国总统得给我发钱 对吧 你给我发钱 你才能等等 所以拜登现在缺的就是这个钱 他现在想让华尔街给拿钱 拿不出来 没收割 收割中国收不 于是呢 一直美国生活就是这样 靠抢劫出了钱 然后抢完以后回家睡觉 睡觉 睡完了 花钱 花完钱再睡觉 睡完钱 睡完觉再抢劫 没钱再出去抢 他就这个套户 像不像美国黑人 刘元购那帮 美国你说整体国家就这样 跟当年游民族一模样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美国现在扛不住了 这个美国拜登现在这一届 他心里边非常清楚 他没钱了 钱在哪呀 钱让上几下拜登 拜登上一届 川普 他疫情前花光了 川普那是每个人给2000美元 花光了 你说还怎么玩 人家无限量Q异了 拜登来个无限宇宙世界无敌 大Q异能 所以说结果是什么 钱 钱就是 抢回的钱是让资本家拿了 那批钱是让资本家拿了 但是三亿民众需要你总统给钱 不给钱 马上就让你下台 我觉得现在看 天天借钱 这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这四年干的事 每天去借钱 美国政府欠一批货债 美元自然就没人敢用了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去变化 当然中俄这块也当然没闲着 过去美国在全球烧杀抢劣抢劫 无人能敌的时候 苏联节以后 但是随着时间退 美国抢完睡觉 睡完再抢 睡完再吃 吃完再抢 这一睡 其实就完了 很多人就借机抄过去了 很快 中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了美国 包括产业资本 全球无敌了 美国人一觉醒来发现 金融资本 美国还是摇摇领先 但是情况 美国人说 没有产业资本支撑 我的金融资本 以什么来做毛呢 说白了 中国 中国现在有产业资本 而你不能美国人光吃钱 你拿美元光吃 最后要要挟别人的时候 你的军事力量是花美元 但是如果中国不卖你东西 你这个美元花不出去的 所以美国现在 抢回来 就是出来抢劫 发现什么情况变了 以前美国身强体壮 只要是原来战争 很多人就来过来交保费了 这回美国人是虚 很多人都看到他虚了 所以说 想要收保费 突然间 俄国和中国 尤其俄国现在揍他了 上去了 揍他这个小弟 乌克兰 眼下这个大国博弈的背景下 你再看看 日本韩国领导人和中方沟通 马克龙又跟德国 这德国和日本韩国都明白 他的老大是谁 现在去换一个老大 这个时候等于是 美国人现在面临崩溃 就是非常崩溃 就是想不到有这一天 为了平稳度过这个债务危机 美国人是不惜用战争 不惜去抢劫 但是俄乌冲突 已经是撕裂欧洲了 而且削弱俄罗斯这块 也是已经成立的 当然俄罗斯也没有打款 当然同样的套路 他也想在亚洲上演 美国如意算盘 就是把日本人当炮灰 去跟中国斗 毕竟有一亿人 菲律宾再加上一亿人 这两亿人去跟中国斗 但是欧亚大陆这块 打成废墟 美国人是更高兴了 但是俄罗斯 俄罗斯这块 已经演了一遍了 打成废墟 然后美国人现在 借机去收割全球 我觉得马克龙 现在也是觉醒的最早 他说中国 中国这个方案 比如一带路 中国的发展方案 可能更符合欧洲 整整24年过去 法国总统马克龙 开始访问德国 中日韩领导人 再次重聚 马克龙在德国说什么 马克龙说 欧洲必须独立自主 必须加强主权 我们是独立的欧洲 不是谁的小弟 更不是谁的富庸 马克龙说了什么呢 说了我们自己准备 承认巴士散锅 我们和德国一起搞 远程导弹系统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一系列吧 整个发言其实就是 就是回对美国 我估计美国拜登听了以后 他一定是暴调过去 德国总理舒尔泽也表示 舒尔泽说 德国法国一直紧密合作 有原则上分歧 虽然我们之间有很多差异 但是最后还是能够取得一致的 德法两个欧盟巨头 时隔24年 原则上一致 听完这话 拜登是不是就完了 而且据说 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发现 根本问题就是 整个欧亚大陆有自身的利益 和美洲大陆的美国完全不同 现在看 原来是美国一直在插手 欧亚大陆事务 现在欧亚大陆的国家 正在联合起来 反对美国插手 你看 一东一西 就不是让美国人割自己 美洲人去割欧亚大陆韭菜 就这意思 欧洲人 其实 搞这个 其实咱们讲过 亚洲的日韩 和中国的产业 高度重合 但是 比如汽车 但是如果我们 中国和日本韩国 能够合起来 比如我们共同 对发展新能源汽车 我们在 比如说 中东 中亚 搞联合 然后向全世界推广 新能源汽车 是不是也有生意可能 所以我觉得 中国和日本韩国 是完全可以把这生意做大的 如果你要是按照美国那个套路 当然你日本韩国就被急死了 但是如果你按照中国 加入一带一路 这个大的市场 你是不是又重新恢复了 所以现在是日本韩国 我觉得是一个生死关头 一带一路 能源 中东要能源有能源 包括俄罗斯 其实欧洲也一样 据说中日韩三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约翰世界总量25%了 可以想想这个体量 三国之间贸易额 约翰世界总量20% 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建立 我们发展亚元 替代美元 就不再被美国收割了 没有了美元 那你还怎么收割 所以可以想想 欧洲欧元 亚洲亚元 这时候美元就完大了 美国美元就彻底回归 它的地区属性了 就是它彻底的 那美国人拜登可就完了 太少了上哪去借钱了 所以马克龙搞了一出 包括中日韩领导人 这个峰会 可以想想 这个一系列 其实都是对美元 形成这个直接威胁 当然 拜登不会束手就行了 他其实非常清楚 欧亚大陆 既然不需要美国 那么普京讲的话 既然欧亚大陆不需要美国 那么美国也是不需要欧亚大陆了 所以他可能要彻底的 咱们讲过 他有一打二 他彻底的把欧亚大陆给砸乱 但是美国能不能完成这些事 咱们还要看它的手段 欧盟其实有很多国家 是跟着美国一起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国家 是不愿意让自己国家 山河破碎的 美国盟友 跟美国的战争金融对手 现在整合 天下就是这个状态 你像德国跟法国 然后日韩跟中国 现在正在整合 那这个时候等于是美国想把自己的盟友收割 再想收割 现在看 人家找了一个替代方案 那你美国还敢再收割吗 再收割欧洲 再收割日本韩国 还敢吗 由中国和俄罗斯领 领带领反美势力 很显日本韩国和德国已经看到了 加入这个反美势力 可能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实际上现在还是考验美国 拜登的智慧 就是大选之前 他有没有能力说服自己的盟友 重新上当受变 我可以舍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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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舍得来